哈囉大家好,我是葉爾,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肌膚保養的步驟 我的Skin Care Routine 首先要把臉洗乾淨再說 我今天用的是Lush的潔面餅,Cold Face 我每天都用這一塊,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它不會像普通的潔面乳一樣,就是很多泡泡啊 但是我真的很推薦這一塊喔 慢慢的按摩,我至少會按摩個一分鐘再把它洗掉 再來呢,我用我目前最愛的化妝水 這也是Lush的Breath of Fresh Air 我把它裝到另外一個瓶子裡面了,因為我不喜歡它原有的噴頭 結果化妝水的味道真的很好聞 它勾起了一個童年的回憶,但是我真的講不出來是哪個味道啦 反正就是真的很好聞就對了 接下來我是擦上精華液 我的精華液因為上次坐飛機放到行李裡面啊 然後就太熱就融化了 所以我就把它裝到一個夾鏈袋裡面 這個是Lush的精華膏 它改變了我的身影 它讓我的皮膚看起來比較亮一些 特別是在我的黑眼圈上面 而且我的痘痘都沒有了 在網路上有很多人建議說 所以我先使用這個精華液 再鋪面膜 這樣它可以幫助你吸收面膜裡面所有的成分 我今天要用的面膜也是Lush的 叫做Mask of Magnumity 我今天用的所有產品都是Lush的 因為他們的產品都很天然 而且沒有在動物體上做實驗 所以真的很讚 這個也是他們新鮮的薄荷面膜 把它擦在臉上 然後等5-10分鐘再把它洗掉就好囉 洗完臉後 我用毛巾把臉擦乾 再使用一次化妝水 將沒有氣乾淨的地方擦掉 再來我使用路德青的乳液雷寶石 我不先用這個 因為我目前就只有這一瓶了 所以我逼不得要用他們的 OK 我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我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訂閱頻道 我每禮拜一跟五都新的影片喔 在下面按讚跟分享這個影片 留言告訴我你想要看什麼主題 然後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